我们现在开始画颜色 主要先定整个画面的一个主色调 好 我们先从按面开始画期 好 我们先从按面开始画期 这个下的玻璃也要给画上 好 一定要先把按面先给画上 拖延 右面的按面 好吧 植物要留出来 这植物还是位置还是要留一下的 如果你要把这个植物的位置都画上去了 植物的颜色就不太对 所以说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还是要顾及到整个的画面 谁身上哪个建筑物有颜色 哪个植物要留白 这都要留出来的 好 按面画完之后 我们用画玻璃的颜色 好 先画一个玻璃的主色调 好 一个蓝颜色 好 一个蓝颜色 上面其实也蓝色 好 有点间变 好 按面 按面的玻璃也要给画上 这个按面的小玻璃画上 好 这个蓝颜色里边 再参一些其他的蓝色 使这个蓝色看起来 不是这么鲜艳 好 这个蓝颜色里边有点绿色的 绿色调的玻璃 因为太蓝色的玻璃啊 太感觉假一些 没有那么纯蓝的玻璃在里边 好 这个蓝颜色的玻璃画好 好 这个蓝颜色的玻璃画好 好 这也是 几个蓝颜色的玻璃画好 好 这一 Bereich 等下 我會不會再講 滅絡 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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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右边的投影是这个物体的几乎是一倍 上面下面的投影是上面的物体几乎是1.5倍 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 我们也不是绝对的 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参考 曾有东同学还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画这么大 这就是上面对下面的投影 还是比较好理解 我们画他的投影 好 这边也是有一个箱子投影 这里也是 好 整个建筑物基本颜色画了一遍 我们再把亮面的建筑物的颜色画上 好 今天要同色系的 稍前一点的颜色 好 要从下向上扫过去 尽量颜色要均匀 啊 这要越均匀越好 越均匀越好 暖灰 先用暖灰湿把下面这个白色的颜色的底部用暖灰湿画上 我们这个先分出了它的明暖关系 颜色最要不要画出去 这块颜色画出去 不是太理想 尤其是在亮面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后面的方法给它弥补过来 暖灰湿 罗绘斯把这个暗面画上 70号 把这个一个小的结构也给画少少 结构画得越细 效果就越好 尤其是这个色彩的运用的到位 画面效果就美观 好 这门 暖灰4 暖灰6 把这个楼梯 位置画出来 暖挥五 暖挥五把地面 暖挥六 暖面再强调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这个明暗关系就更加强烈 整个这个两个面就分开了 啊 好,整个建筑物的基本色彩都有了 我们开始画植物 把植物的颜色加上 好,这个竹子 尽量用一些淡一些的绿色表现 不要太艳 因为前景处还是略微淡一点好 要不太惹眼 会把整个的这个主体建筑物给它给抵消了 好,进出的植物 草地 绿书 绿书 再画个紫色的 远处的绿书 在远处的绿书 这个色调啊 层次一定要分开 要分开一些 好,暖黄色 绿书 层次很关键 植物要是层次略少了一点 就感觉有点单薄 你可以简单一点的画它的形象 但是色彩最好是不要太简单 色彩还是要越多 越多显得层次就越丰富 好,远处的 画的蓝色 蓝色我们再从中再加一点绿色 这就是蓝绿色调 整个你这个植物 就有一个层次的空间关系 好,层次的关系 稍微给它层次丰富一些 我们光源在左手边 所以说我们再把右边画的丰富一下 右边这个也是层次要多 远处的植物 好,还是用蓝色 给它蓝色和绿色混着用 这样它颜色就会变得丰富 然后你这个绿色也变得丰富 你这个蓝色也符合天空的蓝 所以说它一举两得 好,我们把这个玻璃上再画一点点蓝色 画一点点绿色 这样它也自然一些 蓝绿色的玻璃 它在整个环境当中 都是绿色的环境当中 这个玻璃上自然而然就会反映一些绿色 玻璃上自然而然的玻璃 反射周围的植物 反到玻璃上来 在玻璃上也可以一些深蓝深绿 还有一些紫色都可以存在 因为我们这个植物也有紫色 黄色也可以存在 且绿色也可以存在 但是都不能多 一定要符合这个环境 让它整体色调已经基本出来 我们再逐渐往里进行刻画细节 好 这个竹子的层次要略丰富一下 竹干用冷灰 因为我们这个竹子啊 还是说是暖 冷灰也可以 暖灰也可以 暖灰也可以 暖灰也好 但是用暖灰 深色的暖灰 暖灰7 暖灰7 暖灰8 暖灰4 下面这个绿色已经比较逐渐丰富起来 这个小棺木应该在远处 所以说它整个的色调稍微深一些 地面用暖灰再进行强调 好 这边左手边这个远处的建筑物我们用暖灰 就画一个剪影就可以 不要画得太细致 因为它只起到一个陪衬和说明的作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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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远处的职务再丰富一下 好 这里面的职务尽量要深浅 它有一个层次的变化 就离枪了 好 然后随后从下往上扫 整个这个植物的渐变就出来了 好 我们把天空再画一下 天空采用色粉一个 因为我们这个建筑物比较复杂 好 然后我们这个天空就可以让它简单一些 好 用一些油软的纸 把这个色粉给它插到这个纸杖里边 好 这边也是 层次可以让它丰富一些 上面尽量要浅一些 上面是浅蓝 下面是深蓝 好 有些地方可以用橡皮给它插一下 插出天空的这种效果 建筑物身上的这些颜色一定要插掉 然后它就是一个蓝色的建筑物 好 我们现在可以调整一下这个云柴的形状 哪个地方让它出来 哪个地方让它没有云 现在都可以用这种橡皮茶给它调整出来 好 我们 下面 下面 Ya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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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